在星辰变中的江兰为了自己大侄女的爱情一路保护秦宇 以神王实力只保秦宇成为鸿蒙掌控者 在秦宇的晋升道路中 江兰这个人物是必不可少的存在 因为他不仅是女主江丽的叔叔 同样也孙秦宇的师父之一 他是飘雪城中的三大神王 在秦宇出生之前一亿两千万亿年前出生 他的哥哥姜凡是飘雪城中的圣皇 早期的时候江兰为人十分的低调 虽然是北极皇族的人实力也不弱于江凡 但是却不管理北极皇族的任何事情 只是作为飘雪城的主要战斗力之一罢了 早年的时候江兰跟身为生命神王的左秋梅恋爱 两人也是飘雪城中最让人羡慕的一对情侣 不过左秋梅因为实力过于强大 所以引起了八大势力的恐慌 导致了神界的八大圣皇联合起来追杀左秋梅 而当时江兰却未能将爱人救下 让左秋梅死在了自己的面前 而左秋梅临死的时候将自己毕生的能力 转化为了两滴眼泪 也就是江丽和秦宇二人的流星类 其中一枚是直接进入了江丽的身体中 这也就让江兰将江丽这个侄女 当作了左秋梅传承的一部分 所以便对江丽视如己出 之后为了寻找另外一颗流星类 江兰便带着江丽一同进入凡人家的紫玄心中 隐居在了无边海域的海底主院 不过许多年的时间 江兰也没有找到另外一颗流星类所在 直到一个叫做秦宇的年轻人 机缘巧合之下被江丽救起进入主院后 第二颗流星类才正式的出现 只不过江兰也没想到 秦宇这个小子用了不多的时间就将江丽拿下 即便是江兰专门提醒了秦宇 让他不要喜欢上江丽 不然就会有丢失性命的风险 但却依旧抵挡不住两人的爱情 这也就导致了江兰只能够选择一直帮助秦宇 在随着江丽和秦宇的感情逐渐加深后 江兰也感叹到了爱情的珍贵 并且质疑起了自己当年对待左舅妹之死的做法 是否有一些不合适 所以便开始帮助江丽和秦宇二人 施展了自己的神通把二人遮掩 不过在雷发长的周线出现后 江丽便被他接走了 原本不支持秦宇追求江丽的江兰此时也安慰 并且激励起了秦宇 让秦宇为了自己的爱情修炼 并且曾先见傀儡蓝风给予了秦宇 也正是因为蓝风的帮助让秦宇在泥阳仙境中夺魁 这也让江兰彻底的看到了秦宇的天赋 作为奖励江兰便将自己的第一神器江兰戒交给了秦宇 并且跟随他约定 他开启江兰戒的第三层后就可以跟江丽见面 这个江兰戒也成为了秦宇宝命的法报之一 而从这时开始江兰的故事也就少了很多 大部分都开始刻画秦宇的修炼路程 直到秦宇正式开启了江兰戒的第三层后 江兰便再次出现在秦宇的面前 当时江兰按照之前约定好的安排了秦宇和江丽相见 并且帮助秦宇参加飘雪争的招亲 在江兰的帮助下 秦宇在招亲中占据了非常大的优势 一度在大家的眼中成为了招亲的最后生者 但是江兰也没想到自己的那位大哥竟然为了一己之私 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周贤 也因为这件事让江兰跟江凡彻底的决裂 从而带着江丽离开了飘雪城 更说此时的江兰已经完完全全的将江丽当作了女儿 将秦宇当作了女婿 如果没有她的帮助 可能秦宇也需要耗费很久的时间才能见到江丽吧 甚至可能江丽早已嫁给了他人 在江兰带着江丽入住了秦宇对宇宙后 就担任了江丽的家长 主持秦宇和江丽的大婚 之后就参加了天尊山争夺战 当时江兰跟一风和左丘灵组中的同盟 成功的在天尊山中取得了后土印 从而学习到了时间静止的法门 从这时开始江兰的实力就达到了罗藩的级别 在秦宇成为了鸿蒙掌控者后 江兰因为多年对于秦宇的照护 也被秦宇赠予了万名应 不过最后江兰还是为了江氏族人 以及江丽跟江返之间的关系 主动将后土和万名献了出去 成功缓和了妇女之间的关系 本来秦宇也邀请了江兰跟她一同 前往秦宇宇宙中创造万物 但是江兰对于这件事没啥兴趣 便留在了明武城中跟秦宇的父亲下棋 而这也算是江兰最好的一个结局了 其实江兰的这一生 基本上都是秦宇的背景版 也是江丽和秦宇之间的第一感情推动者 她虽然出场的次数不多 但是对于秦宇而言 可以说作用性丝毫不弱于给她形成变得雷位 当然如果不是秦宇有着流星类 可能江兰也不会看上她 毕竟侯废被江兰收养后也一直都是放养 没有因为她是超级神兽就对她刻意去培养 江兰照护秦宇 更多是因为对于左丘媒的一些私心 当然秦宇自身的努力也是一方面了吧 所以这一堆书之间 本就该是设定好的存在了 将来能够被大家所喜爱 也就是因为这种深情的设定了吧